郵差外情辛苦送見 不過由於中華郵政今年調薪 百分之四 加上一點五萬名員工確診 所順人力加班費暴增 原本傳出將首度面臨 年終加績效獎金 沒四點四個月 可能縮水零點三到零點五個月 讓不少員工急跳腳 但經過一天 交通部長王國才表示 防疫價增加費用 不列入用人費 讓員工還是可領四點四個月獎金 以平均薪水四點三萬元 乘以四點四個月來看 可領近十九萬元 我覺得飯多啊 四點四個月 我沒有年終耶 其實除了中華郵政 國文企業 台電 中油 今年也都有四點四個月 和往年水準相同 平均下來一般員工 可領約十九到二十萬元 但今年多次無預警停電 中油也出現虧損 讓民眾質疑 年終為何還能拿這麼多 不太公平 連私人企業都說 要共體時間的那種感覺 然後結果他們自己卻這樣子 要共體時間啦 尤其他們又粗暴這麼多 我覺得這方面應該老百姓 不太會買單 一般民營企業 一點零六個月 還沒有回到這個疫情前的 一個這個水準 國營企業的這種三四個月數字 那當然是大家都是蠻羨慕的 但也有好消息 育兒津貼五千元 明年起取消排付條款 新增二點五萬家庭受賄 另外公共化 托育專業人員薪資二點八萬元 將調高到三點五萬 公職的幼兒園教師 教保員也提高三萬元到三點六萬元 為最低薪資基準 預計有七點五萬人受賄 這和翔宇周天杰 楊宗殿 台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